这个世上诱人的东西着实太多 一旦掌控不住自己的欲望 就是万劫不复 谭氏深暗此道 所以他仍拒绝顾锦芝的问诊 他不相信顾锦芝 他并非不相信顾锦芝的医术 而是不相信他愿意救治自己 谭氏觉得顾锦芝恨透了谭家的人 包括谭氏 这才正常 像他这么刻意讨好 反而意图不轨 顾锦芝却弃而不舍 每次去都要问问谭氏的病情 一点颜色也没有 谭氏又不好贸然对顾锦芝说重话 让他住口 不要再来等于 现在宫里仍是太后做主 顾锦芝又受太后的喜爱 谭氏也不想因为顾锦芝而和太后失和 太后如今还是愿意对谭氏的所作所为 睁之眼闭之眼的 假如烦恼了他老人家 真的管束起来 谭氏只怕会速手速脚 他没有资格和太后教训 而顾锦芝 每次都能说中谭氏的病痛所在 这更让谭氏万分痛苦 谭氏这些年小并不断 活得并不轻松 谁不想健康啊 没有健康的时候 才知道再多的荣华富贵 哪怕是某一天下 也不仅能睡个香甜觉 吃顿香甜饭 叫不能寐 食不香的滋味 让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谭氏好比口干舌燥的苦行者 顾锦芝的话宛如甘泉 散发出清凉又香甜的气息 在谭氏眼前晃动 时刻诱惑着他 他想起饮症止渴一词 人渴到了极致 连毒药都敢喝 毫无理性 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谭氏现在便有了这种冲动 他知道顾锦芝便是那毒药 让他瞧病 可能会不得善过 可偏偏这种欲望 蠢蠢欲动 谭氏几乎要被顾锦芝 说得动心了 在这种期待和不信任之间徘徊 反反复复地犹豫 让他夜里更睡不安静 早起时脸色蜡黄 又阴天冷 去仁寿宫请安 回来时染了风寒 发起了高烧 旁人小小的风寒 不过是咳嗽几声 打几个喷嚏 到了谭氏这里便是高烧 甚至腹气呕吐的 他年纪轻轻 身子已经像个年迈的老者了 这种时候 他只怕无力拒绝顾锦芝的诱惑 也许脑袋一昏 就答应让顾锦芝看诊了 所以谭氏不想见顾锦芝 他宫里的人 替他拒绝了顾锦芝的问安 顾锦芝说了好些话 仍想去给谭氏看壁 却被拦在了门外 以前谭氏还有点客套 如今是连顾锦芝的面 也不想见了 他见不到谭氏 值得对谭氏身边的宫女的 这几年我在卢州 这种新样 加富贵如意高 能解百病 万两黄金才制成一钱 最是珍贵 朋友开口 我又舍不得给 这天下的名样 也只有皇上太后娘娘 和皇后娘娘能享用的 假如皇后娘娘赏脸 我自当歇数放上 那宫女说 会把这话传给皇后的 她大概不信 有能治百病的药 唇角有屡嘲讽 顾锦芝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回了品酒店 腊月的天 冷得刺骨 道路两旁残余的枯草 都似乎凝结成了冰 寒浪刺刀子 能把脸庞割破 顾锦芝穿着厚厚的大肠 仍是冷得身子发僵 她走路很快 片刻就到了品酒店 顾锦芝进入品酒店的大殿 暖流在她身边畅扬 冬江的面颊 感受到了暖意 余寒散尽 轰暖微长 除了老三夜少 其他人都不在宫里 朱仲军昨日跟太后说 要领着孩子们出去逛逛 太后先前不同意 而后又想到孩子们难得进京一回 就答应了 好在剑王在场 他顶到了 也闹着要去 剑王长这么大 除了祭祀 再也没有出过宫门 而每年祭祀的时候 都有文武大臣随行 万步都错不得 哪里也不能去玩 让季王甚为遗憾 他根本不算真正出过宫门 他年纪小 每次皇帝打猎的时候 只带着太子 从未带过他 他和雁山一般大 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 他哀求太后 让他跟着朱仲军父子 一块出去玩 祖母可做不了主啊 你得问你父皇 太后在一旁笑着说 晋王就拉着朱仲军 去请示皇帝 皇帝犹豫了一瞬 然后答应了 大概是皇帝 儿时也有过这种奢望 希望能走出这高高的运墙 到外头去看看 所以他理解孩子的好奇和期盼 又有朱仲军陪同 皇帝就顺势同意了 朱仲军 燕山 燕影都不在 顾景之也出去了半日 瓶酒店就只剩下燕烧 一直在睡觉的燕烧 醒来之后 见都是陌生的工人 兄长们和父母 皆不在身边 哇的大哭了起来 几个嬷嬷和工女围观来吼 都哄不好 他一边哭 一边看门口 年纪虽然小 眼睛却灵活极了 对陌生人非常戒备 这个工人照顾他 已经有十来天 应是没有取得他的信任 看到进门的顾景之 燕烧立马就认出了 是自己的亲娘 跌跌撞撞地奔了过来 翠生喊着娘 紧紧搂住了顾景之的腿 顾景之蹲下身子 抱起了他 他一张小脸 哭得跟花猫似的 眼睛都肿了 于是怎么了 顾景之问工人们 工人们把情况告诉了顾景之 顾景之笑 拿了帕子给他擦脸的 娘不是说了吗 一会儿就回来吗 燕烧冲一个不停 顾景之搂着他 让他趴在自己的肩头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柔声哄他 他这才渐渐止住了哭 燕烧有点害怕 都是陌生的工人 他不习惯 顾景之颇为内疚 不应该这样把孩子丢给工人的 他抱着儿子 就觉得没什么 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 到了黄昏 周仲军领着晋王 和两个儿子回了工 他们先去了仁寿宫 给太后请安之后 才回了品酒店 跟着他们的侍卫 手里拎着不少的东西 都是他们买回来的礼物 周仲军 让顾景之衣打开来看 有吃食 也有首饰 布匹 还有些新鲜玩物 顾景之笑着 道了谢 两个孩子很累 用了点晚膳 早早 早早的就睡了 周仲军就对顾景之 道 燕山孝顺 一路上 他不管看到了什么 都说要买一份回来 给娘亲 他什么都想着你呢 顾景之 顺时欣慰 道 燕山小显年纪 竟然这样懂事 燕山的身子瘦弱 顾景之在他身上投入的感情 比燕影和燕少多 他们娘俩素来就亲戚 顾景之爱自己的每个孩子 但若非要做个比较 那么 燕山在顾景之心中的分量 是最重的 他偏爱燕山几分 这几分的偏爱力 也带着内疚和怜惜 燕山的早产 都是顾景之的错 若没有早产 也许燕山现在 会更加健康的 可不是吗 朱仲军也很欣慰 然后感叹道 我也不指望燕山 能文武全才 他心里善良 又孝顺 能守夜就足够了 王府的财富和实力 朱仲军会替孩子们打拼 他有这个自信 等将来他百年之后 孩子们安分守己 就能把日子过好 这是朱仲军的奢望 他当然也想要一个聪明 又能干的长子 但是燕山已经这样了 无法更改 朱仲军换个角度一想 也挺满意的 燕山是个早产儿 他能这样 实属万幸 有些早产儿 不是身子有残缺 就是脑袋不灵光 燕山除了瘦弱 智力方面没有问题 身体也没有明显的残缺 他们夫妻俩聊了一会儿燕山 夜色尽深 朱仲军有点困了 打着哈欠 问顾锦之 今日在宫里坐着什么 他几乎每天都要问问顾锦之 和他聊聊他的日常 关心他的心情等 皇后感冒发烧 今日没有见到他 顾锦之道 他第一次说起这话 从前 他每天都去昆宁宫问安 只当是日常晨醒 根本没有特意提及 今日才说了一说 谭家是朱仲军和顾锦之心里的创伤 他们很少说起 一旦说起 夫妻俩心情都会很糟糕的 没见到就没见到 朱仲军说 顾锦之道 是的 没见到也挺好 让他想想我的话 我让他的工人传话给他 说过有种专制百病的药 叫富贵如意高 愿意献给他 朱仲军猛然一惊 看着顾锦之 他知道在晚清时期 鸦片高 有各种好听的名称 而这种富贵如意高 就是那些好听的名称之一 他的眼神里变化莫测 他沉默 顾锦之也不语 过了片刻 朱仲军才道 顾锦之 我不想你手软鲜血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 我告诉过你 这些事都交给我来办 我不在乎 顾锦之打断了朱仲军的话 我不在乎报应 也不在乎天道伦理 我只想报仇 这个目的 潘氏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仅此而已 想想被谭佑绑架的那一夜 若不是真末 现在他的生活 只怕 面目全非了 侥幸 不代表原谅 而锐碎 不代表无罪 我再活 朱仲军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保持底线 至少活得心安理得 顾锦之 我想你问心无愧 你是我的妻子 不管为你做什么 都是我的责任 是我的妻子